《风奇隆熙》最近在热播中 这是一部以三国为背景的古代谍战剧 对于喜欢三国题材又喜欢谍战题材剧的龙哥哥来说 这可谓是双除惊喜 在剧中竹龙斯明双面间谍 也是魏国派来潜伏在蜀国内部的重要间谍 成坤饰演的成功 代号白帝是蜀国暗杀在魏国的间谍 两大间谍都非常的机密 庄业能力极强 但是如果在历史上 真正的三国四大间谍面前 竹龙白帝都是弟弟 最多也就是打酱油的分量而已 三国中最有名的四大间谍 其实很多人都是如雷惯恶的 间谍的同意词就是卧底 三国中哪些名人做过卧底的勾当呢 三国第一间谍盘统 这位和诸葛亮齐名的奋楚先生 在曹操军中干的就是间谍的勾当 在自闭之战之前 盘统受周瑜的委托 到曹营成为了一名卧底 他不仅卸取了曹军的重要军情 而且还给曹操假情报 误导曹操给曹操挖坑 让曹操来了一个铁锁连簧 把曹军全部的船都摆在了一起 结果周瑜火烧赤地 曹军的战船无一幸免 曹军大败 这才有了三组鼎立的局面 所以盘统不愧是三国第一大间谍 只不过盘老师最后职场转型很成功 赤地之战后 他跟随刘备改头换命走上了人生巅峰 许多人只记得盘统后来成为了 辅佐刘备入许得川的丁师 但很多人忘记了 他原本做过间谍的工作 三国第二位间谍张松 张松原本是西蜀刘章的部下 但他不满足于现任老板给他的败遇 于此他想要找新的老板 因此他干起了间谍的工作 偷偷绘制了西蜀重要的军事部防毒 想献给曹操 可是曹操没有善待他 最后他又私通刘备 给刘备搬起了卧底 不仅给刘备送西蜀的重要情报 还想暗中帮助刘备入窗 理应外合 结果被自己的兄长揭发 伸手益出 但张松这个间谍 向刘备透露的情报 对刘备夺取西蜀 还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间谍是黄盖 曾经和周瑜上演苦肉鸡 成功骗得曹操的心了 以卧底炸翔的方式 带着火床 转向朝军的连体大床 没有黄盖 四帝的火根本就烧不起来 所以四帝之战之后 三国砥砺的局面出现 黄盖起了重要的助力作用 第四个间谍是姜维 诸葛亮去世之后 蜀国苦苦支撑了二十多年 姜维炸强了 他卧底在军会手下 挑起了宗慧和邓爱的战争 他想利用宗慧和邓爱的内斗 消耗魏国的力量 从而伺机恢复汉士 可惜事情败露 姜维和宗慧一起被杀 在三国四大间谍面前 竹龙和白帝 真的只能算是小人物而已